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期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致富是位於祁鈺縣的西部 人口雖然只有6萬人 但面積達578平方公里 大概是台北市的兩倍大 是一個富含自然以及歷史景觀的城市 如果要玩的透徹可能需要兩天一夜 比方說去爬山風神社 或者春天的時候去陽山公園開知音 如果只有一天的時間的話 我們可以著作在場景 以及致富市區的一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看如何夏日致富一日遊吧 我們大約早上8點抵達池袋車站 大家可以先吃完早餐 或是買個早餐在火車上吃 我們搭乘2019年才debut的 LAVIEW特級電車 這台電車的特色是超大的玻璃 可以無遮蔽的看到窗外景色 以及寬廣且舒服的座位 搭乘一個半小時我們來到西武致富站 接下來轉乘致富鐵道 大約20分鐘我們來到了上長徑 我們第一站來到了日本挫兵名店中的名店 阿佐美冷藏驚奇本店 這家店在夏天的週末如果不早點來的話 可能就吃不到了 包括在10點開店後半個小時 10點半抵達 大概就已經排了快100人 但幸好是挫兵流動率比較高 所以不至於等太久 阿佐美冷藏開業已經130年了 這家店使用的兵是致富深山中的天然兵 所以口感綿密且細緻 搭配無食品添加我的自製沾醬 很多人跟鮑勃說日本的鮑兵為什麼料這麼少 鮑勃覺得是因為日本的鮑兵是以兵為主體 而料才是輔佐 當然不能讓料太強過兵的風光 真的推薦大家試試看日本的天然兵鮑兵 真的跟台灣的鮑兵不太一樣 吃完鮑兵之後暑氣全消了吧 我們利用這股氣勢散步30分鐘往長徑的方向走吧 我們沿著河岸的散步到邊走邊看看清澈的河流 大家也可以摸摸河水清涼一下 長徑最知名的景點就是它的岩碟 岩碟位於全長6公里的長徑溪谷中 與旁邊的岩壁是由大規模的地殼變動而來 形成壯麗的風景 在夏天的時候這裡是泛舟等等的水上活動的知名聖地 到達長徑站附近我們就要體驗一下長徑Like Daddy 沿著荒川來場3公里長 約20分鐘的精彩沉船行程吧 我們選擇B路線會經過刺激的急流 與溪谷中延時近距離的接觸 以及在平穩的河窗上行駛 到達高砂橋我們乘坐免費的巴士回到長徑站 接下來就在車站周遭晃晃吧 長徑站的商店機有很多小吃 我們點了一個日本夏天常見的美食烤箱魚 雖然只有沾點鹽但真的風味十足 魚肉軟嫩而且基本上整隻都可以食用 魚刺也不會危險 從商店街往上走個15分鐘 我們可以拜訪這裡知名的寶登山神社 但廚中可以經過創業290年的日本老字號酒葬 藤崎總兵衛商店 長徑葬 這裡的清酒是使用奇遇縣當地的水跟米 大家可以買瓶當紀念瓶 寶登山神社創建1900年 現在神社內的建築是江戶時代至明治時期所建造 十分的有歷史 現在時間是下午4點左右 我們搭車到智富站晃晃吧 車站附近的翻廠多里鮑伯很喜歡 這裡有很多大正時代到昭和時代的歷史建築 喜歡拍照的人絕對不能錯過 我們來吃吃看創業約140年的和洋果子店 智富水戶物本店 看板商品奇奇不比 餅皮軟Q 加上甜而不膩的紅豆餡 真的好吃 如果喜歡神社的話 我們也可以散播到智富神社 這個神社也有千年的歷史 現存的本店也有400年的歷史 是奇遇縣指定文化財 另外這裡每年12月的智富業績 也是局勢文明 找機會再來一次看看 如果肚子還有點小餓的話 我們可以試看看時尚玩家 介紹過的串燒沈松當點心 這家店有特色的地方是 店內有鐵道模型 可以邊看火車邊吃串燒 非常的有玩心 而且飲料食物價格相當便宜 一個人不到1000日幣 就可以吃得很滿足喔 我們回到西武致富站 買回池袋車票吧 等車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在車站旁的商店 買些致富名產喔 如果剛串燒沒吃飽的話 回到池袋也可以去吃無敵夾 離西武池袋站很近 不順道過去吃對不起自己吧 那我們的精彩日遊 就這樣子結束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